欢迎来到这个网上世界的频道 最近我讲经济很多人很有兴趣 原来很多朋友都喜欢想想 我这么喜欢看这些经济消息 去想这件事 因为对我来说是息息相关 因为有很多投资决定要去想 自己也有做生意 也有资产 有些资产是实物资产 有些虚拟资产 这些方面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所以一定要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认为太闷了 没有人听 但现在观看数一直上升 到3000多人提 既然如此 我继续向这个方向 给大家多些资讯 有人叫我说多些 好吧 再多些 美国和英国 这些大国 其实现在发生什么事 那为什么你不疑问 有时候有些事情 不是看到就要做 比如说 港股为什么不停下跌呢 我会有原因去解释 我今次先出一段简单 那为什么十一年都是 年跌 年跌 下去十一年最低了 那 美股是不是大牛市又开始呢 这些很有趣的 那我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美股大牛市是不是的 美股不是大牛市开始 有时间 我们现在进入衰退期 衰退期之后 还有萧条期 那这些呢 就跟之前是一模一样 極之相似 那所以 现在是很确定 是一个衰退 那衰退之后呢 还有一个叫萧条 那 要多久呢 我就不在那里说了 那但是 我大致上 我知道的时间 那美股肯定不是大牛市 那我听到 有些人呢 就在patreon里面说 指名道姓 他就听了一个人说呢 就说大牛市 那就在 纳指好像一万五千点 科技股一万五千点的时候 叫人不停入 那一输到嘔 现在就去到一万边缘了 那美股不是大牛市来的 ok 那你要研究个周期是最重要的 技术分析都没用 你看到现在 喂 港股 每一只pb零点七几 吓死人了 就是pb是 就是资产有一元 譬如资产是一 现在只是买零点七几的 有很多息率 十几来 就是股息 但是是不是抵卖呢 两件事 所以不要被他搞错了 那中资港股 为什么是这样呢 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为收益率不足 这个下一段再说 那港股还值得投资呢 那有很多人就 为什么政府政策要摆不定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 灵家灵很... 就是... 指日可待 始终会开的 始终会开的 我就不是看得太淡的 我当然有我的理据 我刚刚出了一段 在说方仓 方仓那件事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这么漂亮的地 要这样做呢 是有一些角力在里面 就是互相势力在这里 但是呢 你不要想着呢 你会有免费房屋 我首先说这件事 因为很多人说 新加坡那些等等 那些 为什么这么便宜啊等等 其实呢 没有东西是免费的 我可以这么说 也都有条件限制的 不是个个可以住得到 如果想住这么便宜 所以呢 是不同市场的 私人市场 和公屋啊 政府那些呢 是不同市场的 但是唯一竞争的 就是租客 所以为什么我说 投资就不好 因为你是租客嘛 你找租客 你和政府争租客 你没死过吗 那但是 如果 你自己用呢 有不同的看法 是两样东西 那好了 税收和买债 今天我多说一点点 简单来说 啊 呃 为什么 那些人觉得 英国那么好呢 只不过呢 是历史 遗留下来的印象 历史遗留出来的印象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的 是整个周期的最开端 我们要怎么看周期呢 一个大周期呢 可以有二三十年 那大周期的开端呢 就由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 但是这些周期已经过去了 就是过气 过气 过气之后呢 是不会再回来的 是 你说的呢 有多久呢 可能 你要一百年后 才会重新再再来 因为 我都说过 一运二运三运四运 一直下来的嘛 那英国已经过去了 那些时候了 所以呢 现在你看到的英国呢 就并不是当年那种 帝国的那种 辉煌 那我简单来说 我解释一下吧 什么都不用解释 你只看数字就知道 其实数字是骗不到人 你想想 一个国家 以国家来说 简单来说 他的收入是什么呢 税收就是一个国家的收入 就是人民的税收 交给他 就是他的收入 那你见到 为什么 为什么要发债呢 一个国家 是不行 没有钱才发债的嘛 譬如 历史上很多 发债来打仗 发债来做很多东西 现在他一出这个 那个减税呢 那就是没钱咯 没钱 没钱 连税收都要减了 你就死了 你连自己的收入 都要自己 阉割自己 那就 就要靠一样东西 就是靠买债 哪个买呢 这个问题就是 哪个买呢 那就是 他的收入呢 不够 就要借人家债 就是找人借钱 就是买钱 就是 发债 借钱 好了 那你发觉呢 就是说 市民给你taxing 接近一半 都不够你 大花 给他花钱 那这个国家危不危险呢 你自己去想 所以呢 很多人一说呢 好像神性不可侵犯 但是最终是会发生的 因为 他在周期里面 他在下降 那如果你贴近他的想法 就是贴近这个想法的话呢 你很难看得错的 我想说 很多人看呢 就只是看 benefit 看好处 但是 他看不到一个很大的周期 出现中 所以周期呢 你是挡不住的 好像巨浪那样 你没有可能 挡得住 难道换了个总理 或者换了一个人 可以改得到 是改不到的 就是 那个周期要上的时候 你挡不住 但是他要下降的时候 你也是挡不住 你说什么理据都没用 看数目字就知道 看数目字就知道 就是很简单 一个国家税收不足 他要不停借钱去赌日 那你说 喂 喂 呃 美国 日本都是这样 那又不是这样 一样的 你看看 你要看一下 那个国家的生产力 那个国家的还款能力 哈 这些都要考虑 哈 但是 英国是没有这些能力 哈 大家要留意这件事 就是 呃 现在最大问题 哈 今天再给多些少少 详细一点的料给大家 就是呢 最大问题就是 他那个 呃 杠杆 现在为什么 要直接自己买回债券 是无限量买债的 这个 这个 英国是无限量买债 他要 信心是完全崩溃 因为他很多东西都是以国债 为一个借贷 就是你譬如说 你持有这么多国债 那我就在里面呢 可以借钱给你 但是 当你的国债急跌的话呢 或者英镑急跌的话呢 喂 你的抵押品还值不值钱呢 那我是不是要重新订过你的风险呢 现在是讲这个问题 所以他要无限量买债就是因为这样 很多东西呢 其实讲个信字 其实很简单的 喂 大哥 你信不过的话 我立即收水啦 喂 速速降水 速速还钱 是不是 所以当你有很多东西呢 都要基础一些 基础于一些东西 而那样东西 你的抵押品 你觉得它是很稳定 但现在发觉 开始不稳定了 的时候呢 就会有信心危机 那信心危机一出呢 唯有呢 就是用这个 这个政策 去自己买回自己 就是好像当时我都其实讲过一样问题 美股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很多股价都是自己买回自己 如果没有公司的回购呢 基本上呢 是不行的 所以要留意这件事 那 现在呢 简单来说 衰退期 还未入萧条 那到时我再跟大家说 多谢大家支持 那你觉得有用呢 赞、赞、赞、分享给朋友 下面留言 讨论 这段呢 会是第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因为其实呢 是很复杂的 是很难看得到的 很多时候呢 因为你 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当然 我未必对 但是 基本上呢 就是向那些方向 我只可以这么说 因为当你看得远一点点的话呢 呃 其实也是 真的不难看的 其实是 很容易就 看到是什么情况 那 但是很多人呢 只不过呢 被一些东西迷惑了 就是很简单 就是你见到一个美女 她说什么都好像 合理点 啊 你见到个样子 衰的女仔呢 你就不会听她说 就是一样 有些人呢 就很喜欢 说得流利点 那你就觉得信她 那但是其实呢 里面有没有理居呢 就自己去想一下了 啊 很多时候 都是很空泛 或者没有理居 那所以 多加思考呢 就是真的呢 令你 做决定是比较好些 所以我在这里呢 就希望 补充一些资料给大家 啊 那记住呢 订阅啦 和分享一下给朋友 那呢 如果你可以 呃 在这个情况之下 很清晰的话呢 其实是很多机会出现的 但是我们要好好准备 现在我都在这儿不停 准备着 就是马不停提 那所以 呃 基本上 有时是真的要准备很多东西 就是要准备很多东西 那呃 所以呢 总之我真的想说一句呢 没有 easy money 这个世界 啊 准备容易做的呢 就多数都是陷阱来的 啊 总之呢 就是大家努力啊 啊 那这段时间呢 我们可以捱得过的啊 啊 总之我给一个大提示 大大大提示给大家 我们现在在香港呢 是不差的了 是非常之好 啊 你在这个位置呢 不差 啊 不要失去信心 你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 在这个 moment 我可以这么说 你在这个moment 现在在香港呢 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 我只可以这么说 好